词曲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现问篇第24章 只曰 古之学者谓己 今之学者谓人 欲是不讲出所已然的 欲难讲 这可以一体万用 存在自己会用 只曰 古之学者谓己 这章不可以错讲 古代风俗后 今世风俗伯都是如此 古时候的人求学为自己 现在人求学是为别人 用什么度众生 都是忙着骑虾马 半夜临生池 而且还要以忙隐忙 但是这还可原谅 自己度不了 只是依而好自尊 见而好自用者流 今日之下 却引人进路 走路其路 然后欺骑人 还要截人的钱财 这个就不能原谅了 这个写如老人 那么这段讲 自己学习啊 没有成就 那就要去帮助别人了 结果用什么度众生呢 都是以忙 隐忙 佛在经典上讲 一忙 隐重忙 镶嵌入火坑 大家都 使瞎子 看不到路 他自己都看不到了 他还要带别人 那么这个 还会啊 把别人带错了 那么这个 前面是火坑也不知道 自己啊 看不到 掉下去了 还带很多人 跟他一起掉下去 这个就是 以忙隐重忙 镶嵌入火坑 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 学习啊 自己 还不懂 还不明白 那就要去 教别人了 这个就要去 度众生了 所以这个 现在的人啊 求学是 这样的 自己还没成就 那就要去 度众生 那这个 写如老人讲啊 说还可原谅 因为 自己不懂 只是啊 一而好转 这个 一吃 没智慧 见而好 自用 这一流的 自己没有智慧啊 以为自己 很有智慧 自己不行啊 以为自己 很行了 自己也 不懂 自己也不知道 就要去 这个 教别人 那么 这个 还 可原谅 实在 他是 无知 不懂 在今日之下呢 那么 却要 引人 进入 然后啊 去欺骗人 还要 劫人的 钱财 那这个 就 不能原谅了 这个要 骗人了 这个 劫 别人的 钱财 这个 现在啊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是太多了 所以 血路老人 挤出来 那么我们 自己要 很冷静的 去观察 首先 观察自己 所以 古时候的学者 为的是自己 所学啊 用在自己 身上 自己 真会了 再去教人 精知学者 为人 五十后 学者是 先造就自己 智能勇 必须先 成就起来 然后 出来办事 不许 闲着 先 造就自己 这个智能勇 必须先 成就起来 然后 就要出来 办事了 这个成就之后 不可以 闲着了 这是 古人 金人 为了成就 名利 为了让别人 知道他是 高人 贪名 徒利 学一星旗 就登广告 广市 招来 而已 那现在 这是 讲到 今天 的人 他不是 成就 自己的 德行 金人 是为了 成就 名利 为了 让别人 知道 他 很高 贪名 徒利 学一个星期 就登广告 广市 招来 这个 是 贪 徒 名利 这是 为人 现在的人 都是这样的 都是为了 名利 不是为了 成就自己的 德行 都是为了 名利 所以我们 学习 这一张书 就是 要 先成就 自己的 德行 然后 再去 这个 教别人 不能 自己 没成就 为了 贪名 徒利 去 登广告 现在讲 打知名度 广市 招来 那这个 就 大错 特错 好 这张书 我们就 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贵 增长 华喜 充满 阿弥 佛 好